男友追來多久 是要到台灣嗎? 我們應該有比較重要的題目要問吧 你看起來也很開心 謝謝 我確實很開心 所以男友是已經來幾天了 沒有啦這件事情我們私下在聊 身邊有朋友已經見過 有看到 有看到 有拍 深山餐廳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人在這邊 就這麼深山 他耳朵已經黃了 那個金鐘組織人有什麼要幫他解我 解不了 你們知道 過年少一個人待 美夫恭喜 謝謝大家 雙恭喜 謝謝 雙中 謝謝 恭喜 謝謝 他男友追來多久 是剛到台灣嗎? 我們應該有比較重要的題目要問吧 我們會來 謝謝大家 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啊 你們看了開心就好 開心 你看起來也很開心 謝謝 我確實很開心 所以男友是已經來幾天了 沒有啦這件事情我們私下在聊 會邀請他一起參加頒獎典禮嗎 不會 他不會 他不會坐在觀眾席 這個 不會 會邀請他去星空眼嗎 沒有啦 沒有啦 不會 所以是在那個 中國留學的時候認識嗎 不好說 對啊 因為畢竟對方是圈外人 所以也不好跟大家 不方便跟大家說什麼 就是謝謝大家 那交往多久 這個也不好說 他會講中文嗎 這個 他總知道你有入圍金鐘獎嗎 不知道吧 不知道 不知道 他總知道你是演員嗎 我們有沒有比較重要的題目呢 不會啊都很重要 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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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其他問題嗎 對啊 謝謝大家 給我一點空間嘛 對 他有問題 應該是美 所以身邊有朋友已經見過了 原來有在一起見過 有看到 有看到 有拍 深山餐廳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人出現 哈哈哈哈 就這麼深山 原本是想 你是本來想說 選一下深山 不會有人發現 你們就放過他吧 就放過他吧 反正他也會回答 反正他也會回答 對 應該有別的問題可以問 先問一些其他相關的嗎 先下他心房 對 你入圍金鐘獎 你今天應該已經準備好 就是 沒有你們好可怕 哈哈哈哈 你好可怕 你什麼時候會到被拍到 昨天晚上 金建友跟我說 你心裡是想說 想說接舞起來 不想來 你今天本來不想來嗎 可以嗎 他耳朵已經紅了 他耳朵已經紅了 那個金鐘主持人有什麼 要幫他解我 解不了 我不知道 你個人超一個人單 哈哈哈哈哈哈 沒有啦 這個算是很高 我現在這樣不太愛了 我也沒有特別說什麼 就是 對啊 謝謝大臣 恭喜 對 雙公 只需要一點空間 可以嗎 只需要一點空間 你自己明天要跟他出去 不會特別的做 明天都 我接下來每一天都要工作 好 好 那他知道自己被拍的事情 就是上面有在聽 也不好說 也不太好說 因為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我想聽啊 應該有吧 看得懂中文嗎 應該看不懂 剛剛是住飯店嗎 住飯店 不問 住飯店也要問 這個問你就Pass吧 我也覺得 這樣子可能會嚇到他 就是說 所以才想說 可以給我一點空間嗎 對啊 好不容易有一個音樂 你就給他一點空間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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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說你要回家 我來 我來 就先問一下指示時刻的問你好不好 對 謝謝 指示時刻 他戲裡也有那個男朋友 劉俊謙啊 對不對 劉俊謙 那個搭配也很棒啊 可以問他 可以問他 也只是這樣子 那你現在 那你猜 在此時時刻 幸福感有幾分 就你幸福感有幾分 就很開心啊 就是我們大家可以坐在這邊 然後大家都入圍 這件事情 讓我覺得 滿分 滿分 這下一題有嗎 好吧 這你第一次入圍 第一次入圍 心情 第一次入圍 心情的 非常的開心 我們也很冷 我們也想要轉回來 我們也很冷 很辛苦 他還不行 先問指示時刻 先問他休息一下 先問他休息一下 先問其他的 楊冰暉啊 露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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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主啊露主啊